來看一下今天主要是針對這個我們的文字與資料函數的範例裡面的這個自串切割的這個範例 那我們的需求是很簡單需求176的類似之前的那個151這一題151這一題 這一題的話基本上是什麼樣就是把那個瓜糊裡面的東西取出來 如果有的話取到這邊來OK 那我們也用兩個方法一個用VBA一個用公式 公式的話當然就是用fine函數加mide加ifl OK可以把它完成 那假設說我今天要把這個類似的這個需求做出來的話包含就是說假設這個題目呢 需要做把這個瓜糊這個叫什麼中瓜糊全形的中瓜糊到這個全形中瓜糊裡面的東西 幫我把它切割到B欄放在這裡 OK那你會買當然如果你不會 Excel的函數 或者是BBA的話你只能凸髮鏈鋼裡面的話幾萬筆幾十萬筆的話那不得了所以應該不可能用這種話所以怎麼辦呢要怎麼做OK首先的話當然你可以分幾階段來做如果之前有做過的話應該可以如法炮製一下怎麼做找前面的這個符號 然後呢再找後面的符號把中間的資料呢把他用密的函數切割放到這邊來這樣子就完成第一階段了但是呢這一題其實當然如果這麼簡單的話那 那就跟1151一樣嘛所以這一題最大的困難其實當然會進階裡面的話會有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他不只一個他可能有 這邊一個嘛然後底下又一個 那底下還有有兩個有三個有四個的那如果說有兩個一個要抓過來換第二個要抓過來 那要怎麼做 OK所以這一題的話當然我們會分兩階段第一階段就是請請各位 先複習一下151吧然後把這個東西切過來那也許我們可以先用函數的方法來做 第二個的話可以把它改變成VBA 那VBA要怎麼做OK那請各位先把畫面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其實就是跟之前那個151的做法很像 我們在那個151還記得吧這文字語字要函數裡面的151 這個OK那裡面的話大概用fine函數啦所以可以先fine前刮鬍 再fine後刮鬍然後再把它用密的做切割 OK如果有錯誤找不到的話那就是if a就是再把那個錯誤訊息給去除掉 如果找不到那些東西的話 OK那這之前做啊我們如果用同樣的方法怎麼做首先第一個先找錢瓜 所以插入函數的話 用那個文字裡面的話fine函數fine 這邊有一個fineOK那fine什麼呢fine前刮前面的中刮這個符號特別注意這個符號當然你打鍵盤上面這個是 這個可能就跟他不一樣所以一定找不到那怎麼辦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你可以用那個 這個我習慣是這樣在那個輸入法按右下角按右鍵有個叫輸入法整合器 輸入法整合器這邊就有符號了你可以用符號這邊 OK你可以從哪裡呢從那個 右下角這邊 有一個中 中一個中 那這個中這個按右鍵 有一個叫輸入法整合器你可以把它 點到那個符號 用這個符號來做也可以啦 這樣這樣就可以做輸入 或者說你可以 把這個複製貼過來也可以啦反正方法很多 你可以想一些簡單的方法OK 然後呢我就把這個輸入到這邊fine這個東西enter一下 OK這個可以把它關掉 fine這個東西去哪邊找去這邊找 找這個字在這個裡面出現的位置 他145 意思 140 這個就 從這邊數過來145個字 OK那就找到了 那star number的話就 預設就第一個字啦 我們就不改OK確定之後的話 那145 那再來的話呢如果要找什麼了 找後刮鬍位置 那實際上就把這個改成後刮鬍就可以 那就找到 那就把後刮鬍的位置 剪掉前刮鬍的位置 OK那記得 他的這個 結果會多1 為什麼多這個前刮鬍的位置 所以我要讓他 找應該是從這個這個字開始 所以要把它在什麼 把它剪1 因為他多多這個位置 多一個字 所以把它剪掉 那就會抓到中間這一串東西 把它放到這邊來 這個之前 我們有做過類似 151的部分 所以 那第二步怎麼做 一樣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然後再插入函數呢 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文字裡面的 MID MID MID這個 OK然後把什麼呢 把 Test 指的是說 你要 切割的字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這個字我要 這個範圍裡面的字喔 那第二個問題說 star number 從哪個字開始 從145個字開始 幫我抓取資料 可是他從這個字開始 但是我要是下一個字啊 我不包含他 如果 如果是這個的話 145那就包含他了 所以要怎麼樣 把它加1 意思就是說 他的 後面這個字 從 這個 裡面 我要抓刮鬍裡面的東西 然後呢 幾個字 number 後刮鬍的位置 所以把這個貼上 把這個改成什麼 後刮鬍 所以一樣嘛 按右鍵 輸入把整合器 把它改成符號裡面的 這一個 OK然後我們按Enter 後刮鬍的位置 再剪掉什麼 前刮鬍 其實這個邏輯跟之前那一題 CVMO一樣 再剪掉1 因為會多一個前刮鬍的位置 所以 再把它剪掉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會看到那個 刮鬍裡面的 這一個 這一串裡面的東西 OK不包含那個刮鬍的部分 然後就 幫我把它放到這邊來了 按確定之後的話 看一下結果 OK 好這樣嗎 沒錯 有沒有刮鬍到刮鬍 到這邊 這樣子的話呢 當然第一階段就完成了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 如果你的資料來源 很單純就只有一個 那就向下填滿 那就大功告成了 可是呢 基本上有些東西呢 但沒有那麼想像中的跟實際上 還是有落差 為什麼 往下捲動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像這邊都OK 這邊也OK 但是你會發現 就會有不OK的地方 你會想說設定 設定 有沒有 這不要嘛 我們主要是要超連結 如果不是要那個 中文的部分的話 還有什麼 後來發現好像還有這個密碼 有沒有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些東西 不要 什麼東西呢 這些不要 那怎麼辦呢 接下來你可能要想辦法 第1階段 第2階段的話 就是說 如果我說他出現的東西 假如說是 怎麼講 不是那個 小於開頭的 一律都把它刪掉的話 那怎麼辦 假如說 我們要的應該是 應該是 他的開頭 一定是 像這個 小於A 所以 其實你也可以判斷一個邏輯 如果他的開頭 不是 小於 或者是開頭 小於A的話 那 我就把 裡面的資料 清空 反之呢 才輸出正確的資料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大家 你要 比較 正確的 就是 去除那個 去除 不需要的東西的話 那這怎麼完成 所以請各位 稍微試一下 把那個第1個公式部分先完成 這個其實 相對起來前面有講過了 第2個思考一下 如果他的 結果 取出的可能是英文或中文的話 而不是一個超連結 那當然就 不是我們要的 就把它去掉 那這該程式則不會撰寫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